小朋友不想要剪頭髮 卻被威脅要剪光頭 這不是爸爸媽媽在理髮廳 和小朋友對話 而是學校的老師 在強迫學生剪頭髮 放學後家長看到非常生氣 因為這已經不是這名老師 第一次私自強迫學生剪頭髮了 不只會經同意就私自剪小孩的頭髮 這名在臺中任職的國小女老師 還被家長投訴 說表現不好的小孩是老師的奴隸 另外也有家長質疑 老師平常不按照課表上課 甚至放任學生睡到下午2點 更讓家長不能理解是 這些影片都是老師自己拍的 似乎覺得自己的行為沒有不恰當 人本基金會收到家長檢舉 調查發現這名老師曾在2008年 就違反兒少法被罰款過 就是第一個以教師身份 被開法而滅的案例 他一直都待在這個學校 基金會中部主任說 也有家長投訴教育局 但隔天老師就將家長投訴的信件 PO在家長群組上 認為教育局泄密 也批評校方不問不問 至於有沒有洩密 教育局沒有正面回應 只強調已經按照程序調查中 另外還有家長投訴 這名老師會動手 體罰學生 教育局說會一併在教評會中 討論調查 如果確認有體罰案件 也會依規定處理